潛水拍戲也是第一次 我懂游泳的 不過我不會潛水 所以是因為這套戲要去學 特地學 要學 因為潛水如果出事是會有生命危險的 所以都有一定的危險性 那就一定要學 學完之後是不喜歡的 是好不好幸運不喜歡潛水的感覺 那就 因為我不喜歡水下面那種 壓力 是的 都要頂硬上 那種壓力是令到我有一段時間睡不著覺的 因為你明知道你不喜歡的 你都要去做這件事 但是你又不知道做不做到那種壓力 是的 怕不怕危險嗎 我想危險就應該 有教練在這裡就還好 但是如果你不喜歡那樣東西的話 其實那種你不是怕死的 你是很不喜歡 譬如說你運電梯那些有幽比恐懼症 那些是怕他不會死 他可能自己嚇死自己 我可能會自己嚇死自己 那些 是的 所以拍的時候對我來說都頂大壓力的 其實一拿到他基本上他的氧氣罩就掉了 所以你吸完就已經 就是那個氣裡面是要你除了氧氣罩 就是每一個鏡頭 要吸一口氣 然後拿開它 然後教練游開 那裡已經浪費了一段時間了 還沒有出鏡 然後你又不可以演戲 又出鏡了 你聽到喊 開始才開始演戲 其實那些氣已經去了一大半了 然後演完了之後 咳嗽之後 你又要等教練游來低的 準備你 那些 那些 初初真的 真的覺得拍得很慢很久 而且在下面 你不知道想怎樣 自己又講不到話 嗯 有些什麼 痛啊 撞傷啊 你又忍著了 吹不出聲 吹不出聲 吹不出聲就漏氣了 其實我想問那裡是真的海底還是氧氣 它不是 它是一個大水池 因為如果真的海底的話 是做不到沉船的那個景 所以它搭了一個沉船的景 在那裡 也是更加的難度 因為你不是那麼容易出到它的 那個沉船 就是很 很大的沉船的景 還有鋪了很多字徑那些 好像海質那些東西在沉船上面 所以一樣很多塵 就是你看不到清楚 蒙蒙蒙蒙的 因為其實這樣會更加真實 你不可以像泳池那樣清 但是這樣 除了眼袖 你是看不到東西的 其實